我们还是老规矩 先复习一下上午的东西 上午我们快速过一下就行 快速过一下就行 第一个是内模板成员函数 在内外实现 比如说 就内模板里面有成员函数 在内外实现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把这个内模板抽象的这个类型 一定要写出来 就template 在每个函数前面 上一句要加上template class t1和class t2 这是第一个关键点 就这个要写 还有个关键点 就是说我们内模板的类型 不是单纯的这个名称 person 而是person肩块里面 加我们的抽象出来的这个参数 它才完整的表示 这个内模板的类型 一定要注意 所以一定要注意 看每一个这个中域 它都是这样写的 要注意 OK 还有就是说我们说 我们内模板的话 内模板一般都是都放在一起 就是说声名和第一都放在一起 那个文件名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叫hpp h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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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罪 就这一点就行了 然后呢 就内模板的强化训练 我这就不多说了 大家去看一下就行 好 内模板和有缘 内模板和有缘 如果是 如果你碰到内模板和有缘的时候 你尽量把那个有缘函数 定义到我们的那个模板内部 模板内部 因为这样来简化好多 如果你要定义到外部 首先啊 你要定义到外部 因为这个函数啊 它有T tier 你定义到外部 你就必须加什么 加我们的这个 T tier 这个template的修饰 一修饰了 它就是一个函数模板 你修饰就是函数模板 啊 在哪 在在在在在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 你加这个修饰就是函数模板 那函数模板呢 你还必须告诉他 我这是函数模板 不是普通函数 所以加个这个 那你告诉他过后了 由于编辑器从上往下编一段 他编到这个位置 你是函数模板 但是我没找到过你啊 或者说你都没声明过了 所以说你还要去声明 声明呢 就是这第一句话 我们说永远就是声明 就是函数的第一句话啊 那声明过后呢 声明过后呢 你又发现 他的person不识别 你知道他气人不啊 那person不识别了 于是你还要把person 声明一下 那person呢 不是classperson 它是模板内 内模板 那么还要把前面这写上去啊 就template向前声明一下啊 声明一下 那写到里面呢 事就很就很省事啊 写到这里面就很省事的啊 写到这里面很省事 OK 好了 接下来就是内心转换啊 那内心转换这啊 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就说我看大家对这个有点绕啊 有点绕 其实啊 不管像进行上行转换 还是下行转换 其实上行下行不重要 重要的是安全和不安全啊 重要的是安全和不安全啊 你这个上行下行 区分不开 不就不区分就行了啊 但是一定要注意 什么叫安全 什么叫不安全 什么叫安全 就是说用G类指针 G类指针或者引用指向呢 指类啊 用G类指针呢 指向指类 看到没有啊 指向指类 也就是说啊 本身呢 这个空间是指类的 空间呢 是指类的啊 空间的 空间原始空间是指类的 但是我要用负类去指向呢 是要把这个指类 强制转换成负类啊 强制转换成负类 你看一看啊 你看看啊 你看溜 这是指类对吧 啊 这是指类啊 这是指类 那么指类空间要干嘛呢 负值给我们负类 那么我们说等号两边要匹配 那是不是要把我们指类的空间类型 强制转换成我们负类的 那么指类转负类 那么指类转负类 负类在上边啊 就是是不是上行转换 是不是上行转换 这个这个箭头是什么意思 是将指类空间转换成负类去接啊 说白了就是用G类指针啊 去指向指类空间啊 或者说啊 不用G类吧 用负类指针啊 用负类指针啊 指向什么呢 用负类指针引用指向指类空间 这是安全的 那不安全呢 下行转换呢 是用指类指针引用 指向了负类空间啊 负类空间看到没有 就是说 空间负类是负类的空间 但是我要转成指类去转 要用指类去接 那把负类空间呢 转换成指类去接 那么这种时候呢 就是由于那指类指针 指向的空间比较大 就是这种情况 比较大了容易越界 说要操作容易越界 比如说你看 溜负类啊 溜负类呢 就是红色这一圈 然后呢 我指针变量指向它 那指针变量P呢 它是指向内心是指类 那么它操作的范围呢 是大于我们负类的 说这种呢 是不安全的 那你看看 这是把负类的空间 转到指类 那负类的空间 转到指类 那是不是就个下行转换 看到没有 你就记住 上面的是负类 下面的是指类 谁转谁 那方向朝下就下行 方向朝上就上行 不管怎么说 反正就是 大空间用小空间指是安全的 大空间啊 就说小指针指向大空间啊 负类指针呢 是小指针 指向指类空间 指类空间大空间 小指针指大空间 是安全啊 就这个 就这样啊 就是 就是在了解一下就行 在了解一下就行 不要 你们不要把重心放在 放在上行下行 什么是上行 什么是下行 别把重心弄晕了 就记住 负类指针指向指类是安全的 指类指针指向负类是不安全的 就得了啊 OK 好了 那么这是这个 这是我们的课程回顾啊 课程回顾